蛋到底是吃這個全手好、半手好 還是吃生蛋比較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唐哥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已經被討論到爛 但是在我的減重門診裡面 還是常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一天到底能夠吃幾個蛋 當然看我的頻道很多觀眾應該聽過我講過 其實目前對於一天吃幾顆蛋 這個在相關的飲食規範裡面 我就已經把它拿掉了 他沒有限制說一天可能只能吃一顆蛋、兩顆蛋 但為什麼還是很多人會有一天只能吃一顆蛋的想法呢 那主要是2015年之前的美國飲食指南 那個時候全世界的共識 就是比較老的觀念 現在已經被推翻掉了 那時候建議說 這個每天的檔固存攝取不能超過300毫克 那因為一顆蛋 他的檔固存差不多就是250毫克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吃超過一顆蛋 比一天攝取的檔固存量就會超標 這是2015年這個學界的共識 但是後來這個醫學研究越來越深入 營養學的研究越來越深入 所以發現說其實我們人體的檔固存 因為我們常知道我們要抽血檢查檔固存 當你這個比較壞的檔固存叫做LDL 低密度檔固存 如果常常高常常超過130 哇這個5年後10年後 哇這個心臟血管 哇這個腦部血管常常都會堵塞 就會增加這個心肌梗塞或中風的風險 所以一開始以為是不能吃太多檔固存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人體裡面的這個檔固存 血液裡面的檔固存 只有差不多20%是食物來源 80%是你人體自己調控製造的 意思就是說今天讓你檔固存吃少一點點 你人體有可能就會製造多一點點檔固存 進到血液裡面 那反過來講你今天檔固存吃比較多 你人體也會自然調節去降低檔固存的製造 所以就發現飲食中 這個檔固存對於我們血液裡面 檔固存的影響 似乎沒有想像中來的那麼大 所以在經過非常大規模的這個研究分析之後 這個美國的飲食指南在2015年之後 就完全的把檔固存的攝取上限這個拿掉了 他就沒有在限制說 一天只能吃300毫克的檔固存 因此也就把這個 一天只能吃一顆蛋的這個規則解禁了 所以這第一個大家要了解的點 以目前現行的飲食指南 其實沒有建議大家說 一天不能吃超過幾個蛋 沒有相關聯的一個限制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那吃蛋到底會不會增加檔固存 其實這要分兩個面向去討論 一個是我吃蛋 我這個圓形蛋 蛋裡面的營養素裡面的檔固存本身 到底會不會增加檔固存 第二個要考量的點 很多人都會忽略 就是你烹飪的方式 烹飪的方式 反而是引起檔固存上升的罪魁禍首 我們先一個一個拆解 我們先講第一部分 蛋裡面本身的營養素 到底會不會造成檔固存上升呢 老實說 目前的科學研究 沒有明確證據指出 吃比較多蛋 你的檔固存會比較高 我們現在單純指是蛋裡面的營養素 為什麼呢 你說一串兩顆 雖然說吃飲食裡面的檔固存 只佔了貢獻的20%而已 但是你吃比較多蛋 還是會攝取比較高的檔固存 沒有錯 但是呢重點是 蛋黃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營養素 叫做卵磷脂 卵磷脂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相關的一些報道 相關的一些文件 其實研究發現 卵磷脂 蛋黃裡面這個成分 它竟然是可以調節血中的檔固存 它是可以減少 你這個飲食裡面 檔固存的吸收的 雖然說蛋裡面 特別是蛋黃有豐富的檔固存 但蛋黃裡面同時有豐富的卵磷脂 去調節這個檔固存的吸收 讓你吃比較多顆蛋 可能三顆蛋四顆蛋的狀況下 其實你血液裡面的檔固存 也不會明顯上升 所以這是研究商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所以依照目前研究看來 我是覺得一天吃三到四顆蛋 或許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重點是在於第二項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蛋本身裡面的營養素 對這個檔固存影響不大 但是重點在於 烹飪的方式 你各位就要注意了 我們剛剛講 假設你吃三顆蛋到四顆蛋 我一律建議 你要嘛吃水煮蛋 要嘛吃什麼水煮蛋 要嘛吃什麼茶葉蛋 就是這種越簡單烹調的方式越好 不要攝取過多的油脂 這樣子你才可以攝取蛋本身的營養素 以及裡面的卵磷脂會發揮功效 因為有些人就說 我一天可以不只吃一顆蛋嗎 那我就吃三顆蛋四顆蛋五顆蛋六顆蛋 我就炒蛋我就煎蛋 我就跟你說 你這樣子你完蛋了 檔固存絕對會傷身 因為我們剛才講 蛋裡面的這個營養素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烹飪的方式 今天當你這個煎蛋炒蛋 你會不會加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加一點點油 就算你加的是什麼好的油 不管是橄欖油也好 或者是這個植物油 或是動物油也好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油 它裡面都有一定部分的飽和脂肪酸 這個飽和脂肪酸進到你身體裡面 它就會變成合成LDL 低密度膽固存的原料 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吃這個煎蛋 你有加油 你吃了三顆蛋四顆蛋 它一定會讓你一整天這個飽和脂肪酸 攝取的這個量上升 就會增加你血中的低密度膽固存 那那種很香的西式炒蛋更不用講 西式炒蛋除了會加一般的油 還會去加奶油 加其他油去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有些人他說 我一天吃三四顆蛋應該沒差吧 他講的三四顆蛋是這個三四份的這個炒蛋 加了一大堆這個牛油奶油 那你的飽和脂肪酸攝取 你的結衣裡面的膽固存一定會上升 所以這才是今天這一集要跟大家強調的點 其實假設你是吃水煮蛋 假設你是吃這個茶葉蛋 這種無油的烹調方式 你一天吃三顆到四顆 以目前的現行的研究 看起來對你血中膽固存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假設你吃的是荷包蛋 你吃的是炒蛋 你吃的是有加油的蛋 那三到四顆的量的狀況下 絕對會對你血中的膽固存產生影響 所以今天當兩個人在討論 一個人說 我每天吃三到四顆的蛋 我的膽固存都沒有高啊 我覺得蛋沒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我每天吃三到四顆的蛋 我那個科學都亂講 我的膽固存大幅升高 你要仔細去分辨 他們兩個人煮蛋的方式 可能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吃水煮蛋 一個是吃什麼炒蛋 這個什麼加奶油 這個加油去撿 那當然後果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再來也會有人問說 那唱歌 那蛋到底是吃這個全手好 半手好 還是吃生蛋比較好 而基本上生蛋是在營養學上 是完全不建議的 當然有時候你吃壽喜 只要蘸一下生蛋 只要量不多 是可以接受 但是生蛋有兩個點要注意 第一個當然就是衛生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蛋經過這個母雞體內的時候 有可能會沾附所謂的 沙門式感菌 所以這個蛋 假設這個品質是沒有經過這個挑選 你吃生蛋 如果吃到沙門式感菌的狀況下 可能會非常嚴重的 吐啊 腸胃炎啊 有些人是會這個敗血症 菌血症等等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第二點是說 生蛋白裡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 它會去阻止 生物素的吸收 生物素是我們身體裡面必備的一個營養素 基本上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維生素的V7 V7 這個大家比較少聽過 所以常常吃生蛋的人 他體內這個生物素的量會不足 因為生蛋白 它這個成分會去阻止生物素的吸收 那當你生物素不足 你就會這個落髮指甲會長不好 會有各種這個營養不良的一個狀況出現 所以生蛋基本上是不建議多吃的 真的會有問題 那半熟蛋跟全熟蛋 當然以這個衛生的觀點 大家還是建議吃這個全熟蛋比較好啦 那半熟蛋我覺得就是美味嘛 那因為半熟蛋通常蛋白是熟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這個生物素 去影響到它吸收的問題 那蛋黃的部分這個一樣是衛生問題 如果是挑選到比較好的 一些就是通過驗證 可以生食的蛋 那吃半熟蛋應該就比較沒有問題 好那這裡就到這邊 那簡單跟大家統整一下這一次的概念 總之的確一天不用只限制自己吃一顆蛋 如果你是吃這種無油烹調的蛋 我覺得一天三到四顆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假設你吃的蛋是煎蛋是炒蛋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使用的油脂 跟使用的油量 因為這個就有可能會造成你檔固存上升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考量 那衛生跟健康 我是建議大家還是吃這個全熟蛋為主 然後偶爾如果是一些 真的是比較好的好品質的蛋 那就吃半熟的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那生蛋就不建議大家多吃 那以上結論 跟大家參考 20秒廣告時間 碰碰碰舞少女寶寶的團購來啦 即日起只要購買兒童小魚球 以及少女寶寶兒童異生菌 各三盒就能想限時八二折優惠 還加送碰碰舞少女寶寶的兒童水壺 超可愛的啦 除我的優惠碼 BluPick還有95折優惠 趕快去逛好看看吧 好這裡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這一類就是非常日常向的醫學科普 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可以追蹤暢藍哥的醫學通事 這個Podcast頻道 還有更多有趣的醫療師分析 可以支持要時間喔 百分十名十五優惠碼 BluPick95折優惠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